大家好 早上好 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早餐 看到两个鸡蛋 把它打碎它 好,我们放点橄榄油下去 就把它倒下去了 把火调一下 就先不要冻它 我们煎到它 就这样子冻它 引固就可以了 再放一点香料下去 这种是Japan Rose 是我自己种的 它可以吃的 我们就放一些叶子下去 我就放这种 红盐 把它撒下去 再放点米蘸粉 好了 我这个豆腐煎蛋就做好了 我们就把它拿出来 好,这个蛋呢 我们就直接的这样子倒下去就可以了 我们只煎一边 这个豆腐呢 它就 再放点这种日本的香料 这个紫菜啊 这个紫菜啊 鱼啊 它看下去呢 就比较美 我们的水 我们的水呢 我们的水呢 烧开之后呢 就直接呢 倒下去 这个水 这个水 这个水我们不要太滚滚了 就要等一下 因为咖啡啊 太热的水泡出来呢 会酸的 这个是科学哦 好了 就把它呢 就拌均匀了 简单的来呢 也是很够足够的营养 好了 希望大家 早餐也动动手 做一个简单的 鸡蛋煎豆腐 拜拜 还没有还没有 就是 还没有给大家看一下 它煎到怎么样子 反正 哇 就这个样子了 非常的美的 所以呢 煎的时候呢 注意呢 就是不要太大的火呢 它就会慢慢的 就会变得很美啦 这次真的拜拜啦 拜拜